近年,自動化及人工智能應用 增加了晶片需求 政府有甚麼措施 推動晶片產業的發展? 政府也興建了微電子中心 接下來還會有微電子研究院 香港要實現新型工業化 到底有甚麼挑戰和機遇? 我們都要注重如何 將這些技術變成一些產品 鏗槍集資,踏上征途 星期四晚八點